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透视环节 我是刘雨宁 我是章平康 美国在11月5日举行总统大选 在大选日 其实全国有半数的市长 也同时进行改选 如何解决无家可归者的危机 是成为了今次的市长选举的主打议题 随着秋冬季节的即将到来 全美国地包括芝加哥等等大城市的无家可归者的人数激增 而且总数可能破了纪录 形成严重的社会危机 根据《华尔街日报》收集到各个大城市都汇区 以及港大偏远乡镇等等250多家的无家可归者服务机构提供的资料 经过初步调查就发现 目前全国路宿街头或者妻生在一些收容中心的无家可归者 人数是大约有55万人 比2023年同期是增加了10% 而估计在年底寒冬到来时 全国无家者的人数可能会达到653,000人 创下了2007年官方统计以来最高的记录 比10年前增加了63,000人 当中有257,000人是长期流落街头 比2013年是增加了61,000人 那么多的无家可归者已经成为了社会问题 甚至是一些政治议题 造成全美国各地无家可归者人数激增其实有什么原因呢 首先就是有关无证移民方面 单单是丹佛在去年12月 只有来自德州有144架巴士的专车 再运了大批无证移民到那里 结果今年1月丹佛都会区的无家可归者的人数增加了42% 约有14,300人 形成了非常大的财政负担 至于在东岸的麻萨珠塞州 无家可归者的人数就从去年的4430人 是暴增至12,100人 那部分的无家可归者是安置在酒店或者是汽车旅馆 而且麻萨珠塞州依法就成立了7,250个紧急的家庭收容所 近一本是收容无证移民的 而本财政年度是将编列超过10亿元的预算 是用于家庭的收容所并且提供更多的运作 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 芝加江无家可归者增幅远是大于其他任何大都市 一口气是增加了两倍达到18,800人 至于在西岸就是三藩市以及西雅图无家可归者的人数也都在增加了 其他大城市比如费城、华府以及米亚密等 无家可归者的人数也都在超过去年 只有在墨已移基 无家可归者的人数反而减少了16% 除此之外全美各地的房价以及房租大幅飘涨 也都造成了很多经济弱势的族群流离失所 被迫是露宿街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各地地方选举的候选人面对选民关注的 无家可归者的问题 他们就提出什么措施来应对呢? 各个候选人提出的种种方案 有些就是采取强硬的掃蕩障逢行动 有些就说增加庇护的床位 但能否实现仍然未知数 譬如就是在凤凰城 挑战者埃文斯认为现任的民主党籍市长加莱哥 在执行法律业派清理盈地方面做得不足够 他还说若是他当选的话就会把这个无家可归者定为刑事犯罪 而加莱哥即是反对这种做法 并且说已经增加了数百个庇护床位 而全国消除无家可归者联盟执行董事奥利亚 即是强调市长无需制出 铁碗亦都可以减少无家可归者的数字 他还举例说无家可归者的数字 最高的洛杉矶市长贝斯 在2022年12月上任的时候 亦都当时就是立即是签署了紧急命令 同酒店签订了提供庇护所的合约 到今年的一月统计显示 无家可归者总数下降了百分之二 是多年增长之后的首次下降 加州拥有全美国约三分之一的无家可归者的人口 特别在三藩市 这些无家可归者搭建的帐篷一度成为了三藩市的标志 市长的选举候选人又如何应对呢 争取连任的民主党籍市长布里德 就说过要发起新一轮的清理行动 但全部来自民主党的四名挑战者 认为即使是赶走这些无家可归者 他们仍然会是到其他城市 而布里德办公室在七月发布了一份备忘录 说无家可归者若然拒绝入住庇护所 而继续在公共场所扎刑将会遭到惩罚 包括逮捕 布里德还下令提供给非三藩市的无家可归者 返回他们家乡的巴士和火车的车票 而市政府还计划整顿在露营车上过夜的情况 因为这类的无家可归者 在过去两年是激增了百分之三十七 而在布里德的挑战者之一 三藩市市監督委员会的委员 佩斯金就反对塑造无家可归者的帐篷 认为除非有足够的庇护所 否则驱赶是一种残酷的行为 无论现任的市长或候选人 共和党人普遍主张强硬系行动 但民主党人认为 有需要提供更多的经济住屋 以及服务 其实在7月初第九巡回法院 撤销了无家可归者联盟 对三藩市政府的诉讼当中的相关禁令 就允许三藩市可以执行反街头的露宿法 规范无家可归者的帐篷 三藩市自从8月开始已经对这些无家可归者的盈地 采取积极而且主动的清掃行动 三藩市自从执行了这些清掃的盈地措施之后 情况有没有改善到呢 自从这次之后 三藩市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使用率 是接近百分之一百的 而史蒂文、白塞尔大约在一年前 就是因为他的肩膊有伤 失去了他司机的工作 因此是无家可归 他接受了庇护所的提议 因为他所住的汽车是着火 之后他就搬入了60间新的庇护屋当中的其中一间 51岁的白塞尔就说他是很感恩 他说本来是要睡街的 外面是很冬、很骯髒 但是在这一处他是有饭吃 这里是很干净 他说在这一处有机会比在外面更快地重新做人 他还知道一旦开始了露宿街头 就几乎是被困住了 白塞尔住的这种新型的紧急避难所 为入住者提供隐私 甚至是可以滋养他们的宠物 但是和所有庇护所一样 他们也有规则 不准够携带武器或毒品 住户也必须同意 他的房间被搜查 并且不能接待外来的客人 而三藩市无家可归者外展团队的 何塞托雷斯就这样说 托雷斯就说三藩市正在努力 增加永久性的住屋 这些支援性质的住屋 将会带来改变 另外他又说 他说大约有8000人 无家可归 其中一半都是4000人 已经在避难所里面 另外一半的人不幸的是 他们的系统是没有能力安置在避难所里面 因为是没有空间了 除了安置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 三藩市政府还推出了回乡计划 将无家可归者送回他们的住屋 不过这个举动就颇受到争议 而且受到接收无家者返乡地的抱怨 但三藩市政府就表示 对于送无家可归者返乡的决心 并没有改变 而根据市长办公室的数据 就说从其他州或加州其他园 搬到三藩市的无家可归者的人数 从2019年的28%是增加到今年的40% 在三藩市居住了10年以上的本地 无家可归者的人数 从2019年的43% 即是下降到14% 这个返乡计划 并没有要求无家可归者 在被送去的地方有家人 或是固定的家庭 只要有和无家可归者相关联的人 和事物就可以 比如是保存有曾经居住过的地址等等 据美联社的报道 在三藩市市区大型无家可归者的营地 是减少了 那现在在行人道上 已经是不见了帐篷 也都见不到防水报 或者是倒我在垃圾堆旁的人 但是三藩市的无家可归者的人数 其实是不减反增 只是隐藏在公众看不到的地方 无家可归者维权的人士就表示 迫使得是无家可归者离开街道的营地整肃行动 只是将他们藏在公众视线外的简单做法 最终无家可归者的去向极其困难 而且不可能知道所有曾经住过 在三藩市街道上的人去了哪里 目前仍然有无家可归者在街道上睡 有些人只盖着一张被帐篷 即是出现在高速公路的桥底下 以及更偏远的城市过落 看来无论是三藩市 还是其他各个受到无家可归者问题困扰的城市 是要彻底解决这个深层次的问题 还是要继续作出更多的努力 多谢收听美国之音 美国透视环节